1995年,蒋介石父子相继离世,被囚禁了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终于被释放出来,此时的他早已白发苍苍,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将帅。 就在大家为张学良以后的生活感到忧愁时,来到美国的张学良却过上了非常奢侈的生活,住别墅洋楼,持着山珍海味,还和赵四小姐到处旅行,简直到了灰烬如土的地步。 2001年10月14日,张学良在爱人的陪伴下走完了一生,而人们也被他所留下的数亿美金的庞大遗产给震惊到了,被囚禁半生的他到底是怎么拥有这么多的财产的? 想了解张学良庞大遗产来源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,想知道,精彩马上为您揭晓。 张学良能在近代历史留下姓名,除了他曾发起西安事变,促成国共两党合作,还与他的父亲有莫大的关系。 作为曾经最年轻的少帅,张学良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作霖。 要知道,当年的张作霖可是号称东北王,手里握着几十万的兵马,占据整个东北三省,也是凭借这个身份,他为后人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。 张作霖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,但他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,年少时他就参了军,之后他还参加过甲午战争,见到了清朝的惨败,让他对这个政府很失望。 他也认识到,实力才是硬道理,只有变强别人才不能随意欺负你。 就这样,回到家中的张作霖和几个好兄弟组建了一个自卫组织保险队,说是自卫组织也是水泼凉山。 当时像他们这样的组织有很多,清政府面对前后夹击的局势,没有办法决定赵安。 他们选中了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张作霖,告诉他,只要你去剿匪,就给你加官进决。 而张作霖听后便同意了。 不久,张作霖就成了清政府任命的巡防营管带,在他的带领下,清政府开始清剿东北三省的土匪。 也是在这时,张作霖的军事天赋展露头角,而他的军事才能也将他推向了更高的位置。 经过几次立功,张作霖不仅得到封赏,他的官职也越来越高,到了最后,他不仅在东北站稳了脚跟,还成为当时缝系军队的首领,统治整个东北三省。 相较于他获得的权利,大家对他的财富更好奇,要知道张作霖可是几大军阀中最富有的,那他的钱财又来自哪呢? 细数张作霖的财富来源,还得从他缴匪开始,清末时期的匪患大多占山为王,多为搜刮了明知明高的人,在张作霖在缴匪过程中也就缴获了大笔财物,而他留了个心眼,并没有全部上交。 再加上每次缴匪,清政府都会给他发放奖金,数额也不小,之后,他的官职越来越高,薪水也在上涨,尤其到了后来,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,作为都军的他,薪水就更多了。 在1921年,张作霖曾和美国的孟禄教授提起,每个月东院有1600省长薪金,应该是指1600大洋,西院有1800督军薪金,这几年共集500来万。 就这样,张作霖在早期就已经积累了一笔财富。 除此之外,张作霖还生财有道,他把手里的钱拿去投资也赚了不少。 他曾经投资过十几座煤矿,还入股过多家银行,每月都能产生巨大的收益。 张作霖在世期间,曾多次购买房产和地产,据说那时,他在东北拥有20万公顷的土地。 除了地,他还有房子,仅在沈阳他就有十余洞的楼房,这些东西换算下来也是一大笔财富。 张作霖还用钱去经商,他曾在沈阳建了东北的第一家纺织公司,就是凤天纺沙场。 他还专门找人去经营,也为他带来巨大的收益。 除了这些,每年都有一些地方官员给他送去见面礼等等,而他家的金银珠宝,古董字画也是应有尽有,价值连成。 张学良晚年曾回忆说,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,虽然不能说成一百,但五,六千万家产还是有的。 而这也只是一个预估的数字,张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,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。 而作为张作霖的儿子,张学良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后来他的母亲早逝,张作霖更是偏爱他,可谓是有求必应,平日里也很关心他的学习。 长大后的张学良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,继承了他父亲的军事才能,年纪轻轻就参军入伍,后来他从讲武堂毕业后直接加入了他父亲的奉系军队, 仅短短几年,他就生为少将,当时的他年仅19岁,这在整个中国都是少有的。 后来,张学良作为东陆军的司令,率领部队在直奉大战中立下了战功,当时他也才23岁。 张学良的表现让张作霖很是满意和自豪,他正想好好栽培张学良,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,将来统领东北军时, 却因日本人的报复最终死于黄谷屯事件中。那是1928年,日本威逼利诱张作霖希望他帮助日本侵略中国, 而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,张作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并说道, 我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。张作霖的回答,让日本人很生气,他们事先做好准备,在张作霖乘坐火车的必经路段,事先埋藏好炸药。 就这样,张作霖在回去的路上被炸成重伤,最后没能等到见张学良一面就去世了。 为了稳定局势,不让日本人有机可衬,张作霖身亡的消息被瞒了下来。 匆匆赶来的张学良看着父亲的遗体悲痛万分,可他还是听从父亲的遗院赶回沈阳, 在日本人发现张作霖死之前,顺利接管,缝隙军队,并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大笔遗产, 就这样,张学良成为了新一任的东北王。张学良除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, 他自己也有一笔财富,其主要来源是他的藏品。 因为个人爱好,他年轻时收集了许多藏品,有很多名人字画, 孤本点击等,这些珍宝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而且各个价值连城。 说到这,张学良就要感谢一个人,那就是他的老师郭松霖。 郭松霖是当时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时的教官。 他为人正直且严厉,对待学生一视同仁,并不因为张学良的身份而对他照顾有加。 那时,郭松霖三十几岁,张学良年仅十九岁。 在课堂上,郭松霖经常向他们讲述救国救民的思想, 而他身后的军事造诣也令张学良很是佩服。 在之后的相处中,郭松霖也发现,张学良确实很优秀,也很聪明, 对于他讲的内容不仅能融会贯通,还能举一反三,是个可造之才。 后来,郭松霖被张学良举荐给张作霖,开始道军中任职, 他曾多次与张学良并肩作战,就这样,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,可以说一师一友。 郭松霖有个爱好,是收藏名人字画。 在休息之余,张学良经常去找他,渐渐地,在他的影响下, 张学良也对书画鉴赏起了兴趣。 而郭松霖也是一个好老师,他看到张学良对字画感兴趣, 就开始带着他去学习如何辨别书画古籍的优劣,赏息笔法, 以及字画中的文字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和收藏价值。 此后,鉴赏和收藏名人字画,成了张学良的一大爱好。 为了验证自己所学,张学良经常到旧书店或者古董店, 留意那些具有收藏价值的字画,很快他的鉴赏水平就得到提高。 而后,他也开始收藏字画,除了他人送来的藏品, 他自己也会去店里买来一些藏品,有时还会发现沧海遗珠。 曾经有一次,张学良闲来无视去了一家酒书店。 进去后,他在屋里看了一会,发现并没有什么好东西, 就准备离开,走到拐角的地方,他看到有幅画堆在地上。 张学良捡起来一看,发现那幅画上有些脏乱, 但他没有在意这些,而是仔细看作者的画法, 线条流畅,画工精湛,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大师的作品。 张学良将画买了下来,回去之后,他请来专业人士鉴定, 这幅古画果真价值连城是名家李唐的真迹。 当时,张大千是张学良的朋友,也给他送来不少画。 就这样,通过几年的积累,张学良的藏品也越来越多。 张学良在晚年时,曾将自己的一部分藏品进行拍卖, 而他的那些藏品很受大家的追捧,许多藏品被派出高价。 比如,他收藏的宋代谢援所的桃花,被拍卖出1500万元的天价, 张大千送给他的湖山青州,也被拍卖950万元。 那次,张学良共拍卖了200多件藏品,最后的拍卖总价达到1亿3000多万,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,而这也仅仅是他个人收藏的一部分。 据说,他还有李唐时期郭希的真迹是国宝级的真品, 而他还收藏着吴道子、王羲之等人的真迹一直没有拿出来。 张学良在晚年时,还将自己的一些藏品捐给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, 人们对于他的做法众说纷纭,但具有缘由为何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。 张学良在死后留下大笔遗产,其中有一部分还来自一个人, 那个人就是他的原配夫人于凤智。 于凤智比张学良大三岁,他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富豪于文斗, 而他也是张作霖为张学良千挑万选的媳妇。 也正是如此,他和张学良属于包版婚姻。 尽管张学良最后娶了于凤智,可那不是出于爱情, 只是负命难为婚后的两人一直相敬如宾。 张学良不碍于凤智,但于凤智却对张学良用情至深。 自从他与张学良定了亲,他就把心落在了张学良的身上。 尽管张学良对他一直很冷淡,可他并没有任何的怨言, 从嫁进张家起,他就做好了准备, 只想为张学良打理好家里的一切,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,安心在外做事。 作为富商之女,于凤智从小就学习经商, 而他也很有天分。 嫁给张学良之后,他将家里的财务打理得井井有条, 张作霖在世时曾多次夸他是个家习, 之后还把家里的财务全都交给他去管理, 而他也做得很好。 等到张作霖离离世后, 他不仅守住了张家留下来的巨额遗产, 还用这些钱进行投资,做生意, 积累出了更多的财富, 而这些财富他也全部留给了张学良, 自己分文未动。 后来,张学良的身边有了赵四小姐的陪伴, 于凤智自然也很难过, 但是作为传统的大家闺秀他选择了忍让, 因为他知道赵四小姐和他一样都爱着张学良, 只要张学良好, 他不在意这一切。 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着,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。 1936年, 张学良与杨虎城实行兵舰, 这场西安事变制使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国共合作, 一同抗日, 然而擅长算账的蒋介石在这之后便将张学良扣押了。 当于凤智知道这个消息时, 不由地焦急万分, 他花费大量金钱, 想尽办法去营救张学良, 可是都失败了。 最后, 他放下一切来到张学良的身边, 悉心照顾他, 可在陪着张学良两年后, 于凤智在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癌症。 疾病让这个女子变得更加愁苦, 最后他在张学良的劝说下, 决定先离开去往美国治疗。 躺在病榻上, 于凤智常常想起丈夫张学良, 不知道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, 他也知道张学良开销大, 担心他没有钱花, 想到自己看病也要花钱, 于凤智再次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, 他明白只靠手里的积蓄, 做吃山空是不行的, 他要去做点什么。 于是, 在于凤智的病情有所好转后, 他开始着手赚钱的生计, 这就不得不佩服于凤智的经济头脑, 他在美国治病的期间开始涉猎金融市场, 凭着敏锐的经济视角看出了美国的股市有利可图, 甚至为了能更好地研究美国的经济, 他开始学习英语和金融方面的知识。 很快, 他凭借着出色的商业头脑就挣到第一笔钱, 之后的他更是在短短几年内就成华尔街有名的女强人。 在炒股的同时, 于凤智还将目光投向房地产, 他在美国购买了多处房产, 想着张学良若有一天能重获自由, 到时候大家可以居住在这里。 于凤智在美国待了十几年, 他不停地积累财富, 每月都会给张学良汇去一笔钱, 希望他能在台湾过得好点, 他在美国一直盼望着, 希望他们能早日再见。 可命运弄人, 在离张学良获得自由仅剩三个月时, 于凤智因病去世了。 而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, 依旧挂念着张学良, 他最后留下的遗嘱, 要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张学良。 他担心张学良出来后没有钱花, 怕这个曾经的天之骄子晚年过得不好。 这种无私的爱与奉献令人动容, 要知道,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婚了, 而张学良也娶了赵四小姐, 可即便是这样, 于凤智还是选择支持他, 也不怪张学良晚年会说一声愧对凤智。 1995年, 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定居, 2001年, 张学良因病去世, 享年101岁。 随着他的离世, 他名下的财产也被银行公布了出来, 据说他银行卡里的余额就有数亿美元之多, 震惊世人, 而这还没算上他珍藏多年的字画, 珍惜古籍等, 说他是富可敌国也不为过。 时光流转, 私人已逝, 张学良的离世也再次验证了, 一个人哪怕你富可敌国也好, 山穷水尽也罢, 都中有一死, 谁也无法逃离。 我们作为旁观者, 只能从他们的故事里窥见一丝那段充满刀光剑影, 而女情长的历史, 最后留下几声叹息罢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也订队水尽的柄,